宋婉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遍地狼藉 一动不动的一大一小两人 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 都是因为她心里没有家庭 只有那所谓的虚无缥缈的爱情造成的 宋婉结婚了 有一个外人看来非常美好的婚姻与家庭 可她并不满足 因为她嫁的这个人 不是她想嫁的那个 但偏偏她非嫁她不可 就因为她那个不能说的事 宋婉的父亲不让她说 甚至为此还直接给她找了个男人接盘 没错 宋婉怀孕了 还是前男友的孩子 宋婉不愿意打胎 宋婉的父亲只好拉下脸 为她寻个老实人 而王丽就是那个老实人 王丽样貌不错 要不是因为前几年在工地里摔断了一条腿 如今只能躺在床上 要不早就结婚了 王丽的苦命还不止如此 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但这偏偏碎了宋婉父亲的意 只有不能动且身体极度不好的男人 不会伤害她的女儿 为了不让外人怀疑 宋婉一结婚 宋婉的母亲便住进了两个人的小家 美其名曰照顾两个人 但实际上 一是为了照顾怀孕的宋婉 二是不让外人对宋婉七个月后 就生下孩子七嘴八舌 毕竟新媳妇的亲妈在这儿 外人怎么也想不到新媳妇会出轨 七个月很快过去 宋婉有反应了 宋婉母亲装作一副送自己女儿早产的样子 蒙混了所有人 宋婉生下了一个男孩 母子平安 王丽也跟着开心 她本以为这一辈子都不会成立自己的家庭 却没想到七个月后自己竟然老婆孩子热炕头 但王丽没想到的还在后面 那个人来了 就和王丽擦肩而过 男人那焦急的神色与喜出望外的状态吸引了王丽 王丽亲眼看到她冲进了自己妻子的单人病房 王丽正欲转身推动轮椅回去 却被人叫住 302房病人家属 是护士 护士给了她新生儿的身体检查报告 王丽顿时将刚刚的事抛在了脑后 对她而言 只有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才是最重要的 可王丽刚接过报告 就被报告第一页的内容吸引了注意 护士 您确定 这是我家孩子的报告单吗 王丽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对呀 是你们家的 你老婆不是叫宋婉吗 住在302房 护士又仔细核对了一遍宋婉的个人信息 哦 那是对的 您知道我老婆是什么血型吗 王丽又问了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用尽了她全部的力气 我看一下 哦 她是个型 护士翻出了之前做的记录 转头对王丽说道 听到这话后 王丽瞬间无力 此时的她倒是感激自己 是坐在轮椅上 否则贪软在地这四个字说的就会是她了 先生 你这是怎么了 护士见王丽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也吓了一跳 生怕自己说了什么话 刺激到她 没什么没什么 我没事 你忙去吧 王丽说 罢便驾驶轮椅离开了 王丽没回宋婉的病房 而是直接出了医院 王丽给自己的亲妹妹打去了电话 哥 怎么了 王丽迟迟不回答 她与这个妹妹不常联系 因为两个人是两个妈生的 人家是医院里的副主任医师 而她却是一个工地里造成残疾的废工人 哥 对面见王丽没有声音 又问了一嘴 我想问你 A型血和AB型血是不是生不出来O型血 王丽做了心理建设 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虽然内心已经有了答案 但是王丽还是想亲耳听到医生的专业回答 对呀 哥 这么简单的事你都知道干嘛还来问我 王丽挂断了电话 她明白了一切 另一边 医院里 宋婉对于张池的到来惊讶不已 她从没想到当初那个听到她怀孕消息之后 一走了之断了联系的张池竟然会回来 还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你 宋婉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 就连病房里宋婉的母亲都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你来干什么 还不快走 忘恩负义的男人 还是宋婉母亲先反应了过来 对着张池一顿输出 但张池并不在意 没人知道她来这干什么 除了宋婉 张池没在意宋婉母亲的话 竟只走向宋婉的床前 我来干什么 你得问问你女儿 宋婉母亲没想到张池会说这样的话 看向了自己的女儿 宋婉也没想过当初自己临近生产时 偷偷打的一个电话竟然真的会叫来张池 整个人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看着女儿这般模样 宋婉母亲瞬间明白了一切 摇了摇头 你们要说什么快点说 别让别人看到了误会 说吧 宋婉母亲便离开了 站到了病房门口 谢谢你 给我生了个儿子 张池这时候说了一句温情的话 而宋婉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红了眼眶 为什么 为什么当初你听到我怀孕之后就完失踪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我都不知道这次你会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 宋婉承认当初联系张池是一时冲动 但他现在真不知道张池是要做什么了 当初是我不成熟 我们之后好好在一起吧 这回我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了 你不用急于回答我 我会等你的 就算是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我也愿意 张池给了宋婉一吻 便离开了 宋婉母亲见 张池离开了 急忙走进病房 问道 她说什么了 该不会是要和你重归于好吧 宋婉母亲的话 让宋婉低下了头 真的 宋婉母亲也不相信自己的猜测 竟然成了真 整个心都提了起来 我告诉你 你们不能再联系了 不然被王丽发现 你就真过不了安生日子了 宋婉母亲留下一句真心话就离开了 但宋婉却不那样想 整理好心情 王丽回了医院 妈走了 看着病床上仍然虚弱的妻子 王丽挤出了第一句话 嗯 刚走 你刚干嘛去了 宋婉对于王丽 没有交流的欲望 只是随口一问 对于她来说 王丽只是一个她孩子的接盘侠 我刚看了下孩子的检查报告 都挺正常的 王丽一边说 一边把报告递给了宋婉 宋婉听到这话开始慌张了 眼神也是不知道往哪里放 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 哦 那就好 但好在王丽并没有深究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深究 这事就算过去了 休养了几天 宋婉出院了 但宋婉的心却一直在揪着 她害怕张池会做出什么 也害怕王丽会发现什么 但宋婉担心的事没有发生 来过医院 宣称要与宋婉重归于好的张池 并没有下一步动作 仿佛又一次销声匿迹了一样 而王丽则是根本没有把医院里说的话放在心上 再没有开口有关的话题 宋婉的心这回算是落地了 可宋婉这边刚放下心来 是就来了 张池 来了 你怎么来了 宋婉没想过再一次看见张池 我不是说要给你时间考虑吗 现在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张池一脸真诚 宋婉这一次彻底猛了 他本以为张池只是随口说说 不可能 宋婉几乎下意识反驳道 但张池似乎并不在意 但是道也痛快 好 说罢便离开了 但张池没放弃 他每天守在宋婉的家边 注视着宋婉的一切 而宋婉也在每天上班路上 必然看到张池 张池的想法没错 宋婉抗拒不了他 在张池一个月的坚守下 宋婉投降了 你到底是要做什么 宋婉忍不住了 主动找到张池 我们在一起吧 我知道你还喜欢着我 张池的一句话 让宋婉瞬间失了声 他承认 张池说到他心里去了 尽管当初张池抛下了他 但是他仍然爱着他 甚至不惜嫁给别人 也要生下他与他的孩子 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吧 张池再一次放低了语气 看起来尤其觉得可怜 宋婉答应了 在那之后 宋婉就有了一个男闺蜜 叫张池 张池以宋婉闺蜜的身份存在着 宋婉也因此 开始了一个新的习惯 朋友聚会 一开始王丽并没觉得 宋婉有什么不对劲 直到注意到 宋婉每次出去 都要特意打扮一番后 开始觉得不舒服了 王丽试探性地问出了这一句 压在他心里的疑问 我出去和朋友聚会 你知道的 我是做销售的 有应酬很正常 宋婉的这个借口找得非常好 王丽无言以对 半想 只说出了一句 那你早些回来 还有 明天孩子得送去医院打针 孩子发烧了 回来的时候 帮我买下我常吃的管心脏的药型吗 我今晚就没有要吃了 宋婉根本没有注意王丽的话 随便附和了几声就离开了 宝贝 一出门 宋婉就迫不及待地 奔向了远处等待的张池 好了好了 让别人看见多不好 这回是张池四下看了看 生怕自己与宋婉被人发现 对了 这次我们出去玩吧 我看了个地方不错 我们一起去个几天 一上车 张池便提出了这个想法 可是我得回家呀 要不然王丽的怀疑了 宋婉有些犹豫 那你就别和她说 再说 不是有你妈吗 我妈和我爸去旅游了 还没回来 那你是选她 还是选我 张池下了最后通牒 脸色也不好看了 张池这招很有用 宋婉跟着她走了 但家里的王丽 就不那么好受了 王丽 没了每天要吃的药物支持 身体有些受不住了 王丽拨通了宋婉的电话 可对面却早已经是无人接通 王丽也知道 宋婉的父母外出旅游 联系不上 此时的她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不知所措 孩子也在这个时候 又一次哭了起来 家里没有退烧药 孩子难受得很 王丽滑动轮椅 一边哄着孩子 一边缓解着自己身体的不适 王丽急得一遍又一遍 给宋婉打电话 但电话那一头 仍然是机械的女生 一小时后 孩子的哭声停止了 轮椅上的手机也滑落到了地上 突然一切都恢复了安静 一周后 宋婉回来了 眼前的景象 是她说什么都没想到的 一大一小冰冷的尸体 直挺挺地躺在客厅 两个人都死了 宋婉愣在原处 不知所措 她没想到 他们死了 就因为她 但她也知道 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 都是因为她心里没有家庭 只有那所谓的虚无缥缈的爱情造成的